他將用於整個新竹市的老人福利提升 30萬善款全數捐贈給新竹市的弱勢銀髮族 征服宗創辦人盧盛雁 希望透過實質的資助 維持高齡長者生活品質和尊嚴 並且給予弱勢族群及時且在地的服務 第一個是給其他救助用 第二個是幫助老人 台灣社會邁入高齡化連生活佛爐盛宴 除了捐出善款30萬協助地方的弱勢長者 同時在新竹舉辦公益祈福法會 為台灣消災解惡 法會為高齡長者嚴授 也期盼能讓民眾息災得福 現場同時舉辦疫症活動 協助偏鄉地區的醫療資源 記者新竹綜合報導 新竹綜合高齡和喔